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他笑得这么开心的一张脸就知道 安省一季度的经济表现有多强劲了 数据显示 安大略省一季度GDP增长0.8% 在全加拿大甚至所有G7成员国中都处于领头羊的位置 一季度经济增长超过经济学家的预测 这是安省经济发展回归正轨的重要信号 根据报告的分析 今年一季度的经济增长主要得益于出口的带动 以及家庭消费的增加 伟恩表示 自由党政府有信心履行承诺 在17到18财年消除57亿的财政赤字 在分析就业情况时 财政厅长查尔斯索萨指出 安省无意与那些以大量低薪工作为基础的地区竞争 安大略省之所以成为外地投资的热门目标 靠的就是产业模式的转型 用多种形式的制造业 农产品加工业等 取代传统的制造业 从而保持竞争力 从明天开始 有孩子的家庭将陆续收到新牛奶金的支票 在新的儿童福利计划下 90%的家庭都可以申领更多的福利金额 每名6岁以下的儿童 每年最多可领牛奶金6400元 每名6至17岁的儿童 每年最多可领5400元 联邦移民部长麦嘉莲说 新推出的牛奶金对于绝大多数家庭而言都更加慷慨 约有30万名受贿的加拿大儿童将因此而摆脱贫困 而且领取该项福利的家庭在报税时不需填报该项收入 也就是说 牛奶金将全额免税 但值得注意的是 领牛奶金的前提条件是 即使家庭上一年度收入为零 也必须报税 此外 还必须满足监护人士加拿大居民 必须与孩子同住 承担照顾孩子的责任 以及配偶身份等条件 川普 毫无疑问是今年全球各国大选中的最大亮点 可没想到 他的名模老婆在惹事上 可一点不比自己的奇葩老公逊色 在昨晚的美国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 川普的妻子梅拉尼亚一改以往低调的作风 高调登台 发表演讲力挺丈夫 然而媒体很快对比指出 梅拉尼亚演讲中有关家庭价值观的两个部分 几乎是原文抄袭了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 在2008年民主党大会上的演说 对于外界讥讽梅拉尼亚的抄袭声浪 川普阵营只是反驳说这一指控很荒唐 这多少显得有些词穷 因为抄袭 剽窃等不仅是在学界 在政界也是十分严重的指控 试图受阻几乎无可避免 不过 依照这川普平时博出位的套路 这次是否其竞选团队主动策划了这么一出戏 也未可知 中国铸慕尼亚总领馆今天证实 在昨晚发生的德国巴伐利亚州城际列车袭击事件中 有四名中国香港公民受伤 其中两名男性伤势较重 18号晚 一名17岁的阿富汗籍男性难民 在德国巴伐利亚州维尔茨堡市附近的一辆城际列车上 吃斧头砍伤21人 其中包括四名中国香港公民 袭击者在逃跑中被警方击毙 IS今天一早公布了一段视频 显示凶手预告将在德国火车上用刀斧行凶 并大声对异教徒国家发出威胁 这是IS首次宣布对德国的恐袭案负责 在此之前 德国并不是圣战组织的攻击目标 当地时间今天下午1点 中国台湾一辆旅游巴士 在去往桃园机场的路上撞到护栏意外起火 车上24名内地游客及两名台湾导游 司机共26人全数罹难 火势在约半小时后被扑面 现场救援的消防员表示 疑似因为旅游巴士的安全门无法打开 才造成无人生还的重大伤亡 最后来关心一下油价和天气 明天油价继续下跌 降至每升101.9分 天气方面 多伦多周三又将迎来一个大晴天 最低气温17摄氏度 最高气温26摄氏度 环球新闻每日报 热闻资讯全知道 感谢您的收看 想要了解更多的资讯和精彩内容 请关注CGCTV的微信公众号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